我们简单来聊一下14.18的这个版本更新内容 那我从当中摘取了一部分 我认为还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来和大家聊一聊 然后一共分为几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金锅锅体系的加入对游戏的影响 第二个板块是关于羁绊的调整 第三个板块是一些单卡的改动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强化符文装备和法杖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金锅锅体系的加入对游戏的影响开始吧 这一部分的第一个环节是锅锅转职的高羁绊的强力玩法 那我这里预测两套吧 第一个是高学者 首先六学者有一个全面的更新 就是每次攻击获得12法力 现在变成了获得20的法术强度 以及每次攻击获得10法力 并且能治疗一名友军 治疗的效果为造成伤害的15% 那现在高层级的学者附带治疗友军的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学者 多后排少前排的窘境 带转职的前排外援 我想到的是即将在数值上加强的这个洛 复苏和学者不分家 所以说六学者为底的拼多多体系 会构筑合理并且有足够强度 第二套是高狂暴 狂暴战士在六狂暴的时候 现在会提供20%的伤害减免 并且它的这个效果触发预值 现在加强到了70%生命值的时候 就可以被触发 带转职的高羁伴强度 不仅要考虑羁伴本身提供的数值 与体系卡的适配程度 还要考虑是否有强力外援 在这些属性的加持下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我联想到了加强后的奥拉夫 同为斯费卡 可以作为体系内建计的平体来吃物理状 我觉得有一些羁伴在这个版本得到史诗级加强 比如六狂暴跟六猎手 然后还有六学者 我觉得这三个是要注意一点 然后复苏 复苏魔战是没什么变化 然后还有堡垒 法师基本上是可以不用考虑 因为它很难开出来 换形是它的加强幅度可能比较小 所以八幻型自己想不想 感觉可能得到时候开服再看 我个人感觉八级如果来一张贝雷亚的话 玩贝雷亚主持人的八幻型是可行的 然后猎手狂暴跟学者 我这边是已经构作了几套这种 等下到剪的时候 你把我发你的图放进去就行 我对于这个六学者 我是持不堪好态度 因为他从环境 虽然他加强的比较多 但是六学者 他起码要六个 就五个人 然后他的前排 要么是搭的一个 与巴德开的一个复苏 要么就是 就是要么就是洛和莫干纳 但是莫干纳很难找到两型的情况下 然后他又搭不到换形 那可能会搭一个宝石 但是宝石呢 宝石他又坦不住 然后他伤害其实是还是偏软的 我是比较看我狂暴 就是他这个伤 二十的伤害减免 就有点像以前八决斗的那种味道 然后他虽然砍了这个吸血 但是其实这个伤害减免 那个预值70%的预值更重要 然后格温又 格温的机制进行优化 那有狂暴转的狂暴剑机 狂暴格温四费的一个狂暴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吧 就算狂暴转的拼一个 比如说加强了奥拉夫 我是觉得这三个 这三个四费旗子一看就比较顺眼 然后是从环境上来 应该可以吊打一些比较软的阵容 因为本来尼拉和这个卡特 他们就在这个版本就特别刻次元嘛 次元 其实六学者也就是次元 丁真那些 那些东西就是比较软 所以我是特别看好狂暴 然后不看好这个学者的 下一个part是 对元金铲铲体系的影响 金锅锅和金铲铲铲 可以通过重铸器互相转换 包括法杖在内的各种金锅锅来源 也意味着获取金铲铲的途径 和概率在变多 像八里五五九冰霜九花仙 等成型难度中等的 金铲铲体系的大羁绊更容易成型 另外我关注到 新版本在每个野怪后都会给拆切器 如果配合金质拆切器 那么这些拆都会变为重铸器 在类似的这样 重铸器资源特别丰富的对聚里面 金锅锅和金铲铲 几乎可以划等号 那各位对这个金铲铲 金锅锅的加入 对原本金铲铲的转值的体系的影响 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首先说一下潘多拉吧 就是因为潘多拉本身是一个 就是能比较确定能变出来固定转值的一个海格斯 但是你现在把金锅锅跟金铲铲的海格斯 融合在一起的话 就会导致 导致潘多拉很难变出你想要的转值 因为它本来是八个里面变一个 现在变成16个里面变一个 就很有可能就是一直变变不到想要的 你就可能只能退了 就是拿一个你没那么想要 但是有点用的转值去用 然后关于这个金锅锅 它增加了城邦来说 因为金锅锅可以重新投金财产 然后金财产可以重新投金锅锅 如果是它那个新的城邦 给一个金锅锅加一个金财产的话 你只要能获得一个重铸器 感觉很容易会出现大集团混战的情况 感觉这个城邦是值得注意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就是碰论大师给铲铲和锅锅 这个配合我刚才说的重铸器互相转换 那其实就相当于开局给你发了两个金铲铲 或者给你发了两个金锅锅 我是觉得这个金铲铲金锅锅 有点像就是S 有点像那个版本 海牛开文章书的那个版本 就是有这种城邦 大家就会奔着大集团去 然后连败 三连败的收益可能会变高 因为配合这个 选海克斯的那个转值也好 就是金球 金球它会发这个东西 然后它也有重铸器可以转换 所以新版本的大集团 大集团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比较富有想象力 可能会比较好玩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金锅锅加入之后 它其实等于说 让原本出产产的机会变得更多了 大集团更容易成型了 前三个回合你去卖血 抢产或者抢锅的这个收益就变高了 下一个部分是 关于八级概率 以及部分子卡的调整 对高费阵容的生态影响 八级抽四费的概率提升了2% 相应的二费卡概率降低2% 四费卡中比较难用的 洛 奥拉夫 维鲁斯 以及在一些场景里难易发挥的格温 都悉数获得加强 更容易递出质量 以及更多能用的卡组 可能会让八级抽四费 不再是高风险玩法 奥拉夫的加强激活了 以物理战士为核心的摇摆空间 而弱的加强则让前后排 阵容组件更灵活 更白搭 感觉它这个概率上升 就很明显的设计是想让玩家 从一个独野环境 转变成一个运营环境 然后由于很多 就是大级半或者中级半的加强 就比如说什么狂暴 猎手这种 可能会让某些玩家的 游戏变得就是有方向性 他会就是可能拿到那个转子 他就有一个固定的这种去玩 因为他加强了中高羁绊的强度 所以他最后成型是 肯定是有一定强度的 这样子的这种有很多 比如说猎手狂暴 还有什么学者 还有包括花仙子 然后他们之间用的卡 又不是重合的 可能会导致有很多不同的玩家 拿了不同的转子 然后奔着不同方向去 每个人都可以递层行自己的质量 或者会导致这种中高羁绊之间 混战会出现比较多 然后独狗可能会 因为包括嘴炮 那些尼拉都削弱了 整体读口是在削弱 然后四费的压量会导致 世界会看到至少有五家以上 五家以上的四费的不同这种在打 可能还会有一两家 flexible玩家 大概是这样 这个观念很好 就是这些单卡的加强 它代表的是背后相应的 大集办体系在加强 那伴随着这个高费的增强 以及低费卡数值的集体下调 那整个游戏环境可能会往偏高费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就是之前22%我记得是卡莎 卡莎那个版本就削了 它回调了之后意味着 就我是觉得这个赛季的独狗 跟你以前赛季独狗还不太一样 就是以前赛季独狗 它可以吃一个烂分 就像你之前说的三费卡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赛季反而是金斯 无论是金斯侯也好 这个小法和威古斯也好 不不删一定死 但是删了也要看别人的质量 然后呃 然后沉淀出一个很高的质量 有一个刺激的上限 然后这么一改的话 他就是这个这个赛季的独狗 他既丧失了以前中期的那种统治力 他又在后期就是在四五阶段 又打不过这一些四费阵容 所以就独狗就完全是玩不了了 这么一个 他这么一修改的话 那这么说二费卡的数字下调 然后再加上三费卡之前 本身就玩得不太舒服 可能会让独狗在这种 呃 大环境往四费卡方向偏的 这个版本难以立足 对于高羁绊增加特殊效果 一些羁绊在高层级激活时 增加了额外的效果 这种改动的思路很好 越到后期人口越是宝贵 按道理 羁绊提供的属性应该略高于线性的成长 比如说两猎手给如果15的攻击力 那就代表一个猎手给了7.5 那么四猎手应该高于7.5乘4 也就是30攻击力的数字 他确实也是这样设计的 但是这种简单的数值堆砌 会导致在给的过高时 让体系内的或某个带转的外源成为数值怪 在给的过低时 让这个羁绊的性价比低到没人愿意开 这一次比如学者身上的改动 在狂暴身上的改动 就规避了这种无聊的数值加减 在高学者缺前排时提供一点坦度 在高狂暴多挂件时 增加整体的扛商 大家对于这个版本的 这个高羁绊的效果的改动还满意吗 比如说这个换行师 他现在8换行 还会每两秒提供3%的生命回复 这个方向是可取的吗 感觉方向是可取的 但是强度有点太高 就感觉很多那种6或者8机 有点太长 就是基本上开出来就无敌 比如说很简单一个就狂暴 你狂暴 如果有狂暴转 你8级抽全两星 基本上就是神脑杀神的动态 还有猎手也是 猎手的数值给的有点太高 可以很简单 就想到一个高猎手的版主 就是一堆猎手 然后挂两个换行师 你再搞一个猎手外援 搞什么维鲁斯之类 混到就直接猎手转给贝雷亚一开 基本上就一个人冲进去 可以杀光所有人 感觉有点太变态了 这些 我想到比较变态了 就是猎手跟狂暴 学者其实还好 学者应该是一个中等的强度 感觉反正6学者是绝对能 之前是感觉开出来跟死一样 现在是开出来以后 是有一定强度 但是没有过去超 主要注意一下狂暴跟猎手 这两个之类 而花仙其实我觉得改动很好 花仙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花仙卡特 现在花仙卡特本来是很不舒服了 你必须要有转 可能在七人口地 那你就必须得去八地 现在是 你在七级就可以凑处完美 就是五个花仙子 加阿卡丽加人老了 刚好七人口闭完了 然后你可以给卡特 带两个花仙子装备 但是由于这种挂件太多了 就是他你表面上看起来 你领先了两个装备给卡特 实际上你多出来那些装备 给挂件是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我只建议在你有金字古董的情况下去玩卡特 知道这种吧 当然就尽量不要玩卡特 然后在八地的滑板鞋 高花仙那套的话 因为他现在花仙变得到七花仙 你就很明显感觉到多一个C位 要么就是给外缘去带这个花仙 然后就加上花仙装备 要么就是你可以养卡特 反正就整体carry能力变高 感觉花仙是一个大家点 我对花仙子的这个结构改动的话 我觉得挺有趣的 有转的七花仙带外缘 或者说没有转值的五花仙 可能会成为可行的一个玩法 我是觉得这个设计时 对于这个大集办的就是这五七五七六八的这些改动本一上是好的 但是可能会造成一个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可能会像之前那个海牛海牛版本 海牛版本大家依靠开一个转值去玩 比如说数瑞马开出一个数瑞马或者德马西亚他们 然后我们开一个七德马或者七数瑞马 或者七诺克萨斯的一个沙皇 就是带一个外缘转值 就是那些卡 然后现在版本可能也会变成这样 每个人都会去依附一个高级办 就可能大家开出转值就会有方向感 然后以往的强势阵容 比如说不算强势阵容 就是大家会拼多多一些闭环版鞋 或者说一些命运格温巴士 然后开塔姆这样拼一拼 可能这种玩法在下一个版本 就以后的他这么一改的话 以后这些版本就可能会消失 就是就大家会发现你质量很高 但是却打不赢一个六狂暴的一个转值的奥拉夫 然后他们3C是六个狂暴的3C 但是你是拼多多没有依靠一个转值或者是一个大羁绊来成型 就比如说刚刚C人说的花仙 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花仙转的两星卡蜜尔 或者花仙转的一个维鲁 就是拿维鲁加强维鲁也好 跟小炮我拼一个两枪手也好 就很简单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裸的维鲁斯 或者说裸的一个两星卡蜜尔 去跟这些花仙转的一个拼多多比 就有点力不从心吧 就像你Io的大杯和人家95的大杯这么一比 那明显是拿了Io转的大杯要厉害的很多 就是说这个大羁绊的强势与崛起 会进一步压缩这个小羁绊Flex阵容的空间 OK那其他的我有一些要补充的 就比如说魔神的这个数值加强 它加强了这个魔神使者在撕裂段及以后的基础属性 有转开气魔神养纳美的强度 在加强之前我觉得用着还不错 这一次提升一些数值之后 已经加入了我的冤枉清单 然后包括时间学派 六时间学派这次的加强幅度特别明显 都是切中要害的改动 更新之后的六时间阵容 我觉得可能会超魔 还有就是命运之子的真实伤害 现在2469的这个增伤 我都觉得很弱了 在两命运之子法杖低于12的时候 我都很不愿意连泽拉斯 那现在进一步削弱了 导致三四命运之子的增伤 除了纠结大后期 不然泽拉斯的这个法杖性价比 也显得更低 最后是咖啡甜心的削弱 咖啡甜心的数值削弱在意料之中 削弱前的六咖啡在四叶丹的统治力 有目共睹 那现在把一部分羁绊的强度 转移到了格温以及外源拉夫身上 让六咖啡对场面质量的要求更高了 那对于我这些补充的看法 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我觉得六时间学派显然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羁绊 就是它几乎可以说是 你只要能成形 基本上必词吧 除非外面有很超模的大羁绊 或者三一四绊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难过渡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在八十口的时候 四时间学派是很拉致的 你会发现你没有卡密尔 然后没有时间转 你开这个四时间学派 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优势前派可以上 六时间它应该是作为一个 九级提升上线的一个东西 它不应该作为一个 就是你在八级玩 就笨着去玩一个东西 就去考虑 哪怕你有时间转 我觉得就时间应该是 你正常连胜过渡 然后在八级先用一个 flex的板子去过渡一下 然后因为你是连胜 你有血量优势 你哪怕打不过一些中高级板 你也可以就保证你血量 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就上九 然后上九你再把那些挂件 稍微拆一拆 转成四十年或者六十年 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后期形态 我这边有构筑一套 就是用狂暴拼多多去稳住八级 然后上九转成时间95的一个板子 然后这边到时候后面可以放一下 首先我对于这个时间的看法 跟KLS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我会觉得时间 新版的时间它没有 它没有什么 它除了外缘 我能想到是法系的外缘 比如说时间转的一个莫干纳 它是以前攻速的加成 可能大家会想到时间转的一个卡丽斯塔 或者说时间转的一个贝雷亚 它会攻速会加成非常夸张 但是这六十间已经改成 这个削弱攻速加强法强 然后卡尔玛它本身非常不适合出大天使 因为它的它的技能机制就注定了它要慢慢出伤 然后时间触发之后它才有这个法强 所以说卡尔玛这个就忽略不计 然后我能想到就是只有时间转的一个莫干纳 但是莫干纳它又没有办法一星在八级来支撑 所以必须要两两星九级 就像那种幻形龙或者研磨龙 它一星容易暴毙 然后两星大成了之后才有那种效果 所以说非常难成形 包括这些贾克斯老头不算是一个费卡 但是贾克斯和威古斯中期绝对是一张 没有没有什么用的卡 就是在八级 然后对于魔神魔神来说 我觉得这魔神就是要么是应应承诺 要么是装子 就是要补齐一费的质量的情况下 它锁写能力还是挺强的 然后新版本它是加强高魔神的一个体系 所以我是比较看好七魔神吃分的一个能力 然后后期上线的话是靠三法的一个诺拉 然后两星的贝雷亚去吃鸡了 我比较稳 这个七魔神比较稳 那接下来是对于一些单卡的改动 那首先是对阿里 阿里这个改动我觉得强度不好说 应该是数值高就厉害 数值低就不行 因为他是完全换了一个英雄 相当于是 所以就很难判断 那对于蛇女的话 蛇女的技能祖虫做让他不再依赖双羊刀 出装变得更加多元 如果说大数据说能玩的话 那我会在早期留卡的时候关注到他 那泽拉斯的输出逻辑变成了从前往后推 相对于是大号的瑞兹了 我觉得可能可以让这张卡成为团队里唯一的法西后白主C 之前被人诟病的一点是 泽拉斯的单C或者说主C能力不足 那这一次泽拉斯会随机的攻击最近的五名敌人 并且有一定的技能伤害增幅调整 所以说我会觉得他在改变输出逻辑之后 会少打很多无用的输出 就比如说之前可能是伤害均摊到后排 但是一个后排没有打死 那显然是需要别人去帮他收尾的 但是现在泽拉斯不一样 他一定是先把前排推完 然后再打后面的人 那他可能是能够当主C的 下一个是米利欧 米利欧的蓝条缩短 我最先想到的是用他来打伤害的玩法 可能会更加可靠 与泽拉斯一样有成为主C的潜力 米利欧从120的蓝条 现在减少到了90的蓝条 当然第一次技能的 所需要的蓝量从80变到了90 但是这显然设计师是想让他 在一轮团战里面多放几次技能 斯莫德 斯莫德的这个改动我没太看懂 也很难揣摩设计师的意图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改动的内容 最后一个是关于维加 回收了他两星的增强 三星的素质也进一步削弱 配合紫拉斯的真相削弱 可以说小法师是彻底砍废了 保留了他难成型一老八的特征 同时上星也更难达成 那各位对这些单卡的改动 包括我这里没有提到的 更新公告里面的单卡的改动 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吗 首先讲阿里 阿里因为之前在 他改版之前 我就是最先开始玩 重装阿里这个板子的 然后我感觉这次改动 因为配合铁男的增强 我感觉阿里加重装 这个组合应该是比较好赌的 包括你赌到一半的时候 你来了一个金箍锅对吧 你和一个这个学者转给铁男 然后后续转成一个六学者 四重装的一个板子 去养一个铁男主C也是可以的 然后装备的话 我感觉就是什么双羊捞红buff 或者带个电刀什么也行 你要么主C就不带电刀 或者你赌铁男顺便赌阿里 就给他带个电刀打负C也行 米利欧是感觉是全面加强 就是不管是作为主C 还是作为辅助能力 他都是史诗级加强 米利欧将成为下个版本的 一张热门武飞卡 然后维加是砍费了 基本上不用考虑 老鼠之前一直被人诟病 是他那个技能机制 倒不是说他数字不够 是他老是空技能 或者是大一个人 那现在老鼠 他这个技能机制优化以后 老鼠是作为一个毒狗 他是比较合格的 然后这个弄姆西 又是一个全面加强状态 所以我感觉他配合 那个龙族专精的 那个海克斯的改动 如果你开始拿到龙族专精的话 你可以去玩那套 就是赌幻型 加上小火龙加老鼠的那套体系 米利欧我还是特别不看好 因为我这个版本 也是米利欧是上个版本比较垃圾 然后这个版本是加强 然后下个版本再次加强 对于他打主C的想法 因为我也试过了很多 他非常的不稳定 他的出伤的 他出伤的机制很不稳定 其次他是给其他C位 进行一个征服的一个棋子 然后他只打顺风局就是你想逆风局比如说收一个金色追求 但是你没有说过硬的一个前排 或者说没有比如说带两件套的一个剑机或者格温去让他的这个百剑攻击这个成装有作用的话 他还是一张废卡 就是他一星也没有办法打主C二星的话 他经常是打个两三千的输出 然后团队前排就被推了 他或者说刚刚准备发肉装的情况下那个前排 他要么就发一些抗性装 比如说龙牙或者反甲 但是那时候前排已经快倒的不行了 或者说要么快发上去就相当于空发 我对于他的这个前后摇 我还是觉得他的前后摇会比其他那来的太弱了一些 那最后是关于强化符文装备和法杖的改动 强化符文我关注到了好运坚共勇士 硬性承诺 英勇腐带和赏金战士 整合段炉这几个的改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改了什么 首先从好运坚共勇士这里来说吧 本来就没有适配的玩法了 这个版本的好运坚共勇士配板鞋这一套 其实就已经有点弱了 板鞋沉寂了很久 现在还削弱了奖励 那好运坚共勇士可能会变得比较差 那硬性承诺 现在从这个三阶段给四费 四阶段给五费 变成了三阶段给三费 四阶段给四费 那基本上是强度直接入图了 相当于是你用彩色海格斯的强度去换了一个转值 然后给了一些钱 那赏金战士的话 现在提供的基础装备数量从一个变成了两个 然后每件基础装备所需的胜场数从三场调整为四场 两个 两个起手的基础装备相较于金色强化来说 没怎么亏战力 感觉已经摆脱了非大连事不拿的标签 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常规战力 那最后是整活锻炉 现在提供一个额外的神器锻造器 就原本在一些消化能力 消化装备能力很强的这种里面就已经表现很不错了 比如说咖啡甜心啊 魔战啊 这一次加强之后可能会成为部分具有类似特点这种的优秀选择 那各位对强化符文的改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就很多精彩海格斯入土啊 这个眷顾有色的是应议成功 包括那个灵魂100改成彩色了嘛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都是入土级的 不可能选了 然后像那种转直类的海格斯啊什么的 就是感觉是优先级无限提升 然后包括这个战斗崩弹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因为战斗崩弹之前是一直有个bug嘛 它是五阶段以后不触发 就是你选了战斗崩弹 你四阶段之前是有效果 一到五阶段就废了 就现在它这个回调以后 感觉战斗崩弹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战斗海格斯 就可以注意一下吧 好意见过勇士肯定是费了 然后整合段炉 这个有一点有一点理解 就是六狂新的六狂暴嘛 他APADCAPADC都都很厉害 然后他他这些他这些神器 所有的神器在六狂暴 感觉都能得到消化吧 跟这个70%预值的这么一个生命值 这个70%预值触发狂暴的这么一个联动吧 我觉得也非常看好 本身就是高生命了 然后 然后他降低到70%以下就会很厉害 好像也没有什么了吧 就是这个整合段炉 现在我我肯定是拿了拿了币选 然后刚刚 刚刚careless说的灵活摇摆入土了 我是不赞同了 因为灵活摇摆 灵活摇摆虽然说变彩色 但是这版本有金铲场和金就金锅锅的加入 让这个上限变得非常高 然后可能下限会比较低 这个灵活摇摆 但是刺激率我觉得还是很高的 因为你连拜拿场 或者说有金锅锅的存在 去整个大集办灵活摇摆还是可以值得考虑的 也就是说以前灵活摇摆发不可合成文章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受的 那现在其实发不可合成文章 也还有他的大集办玩法了 对的 那下一版 这个装备 纳斯之牙的法术强度从25变成了10 但是触发时的攻速从35增强到了60% 再加上他本身的面板攻速 现在是一共有70%的攻速在触发时 泰坦的坚决 每层的法术强度有一个回调 大亨之铠的每层生命值从7降到了5 金币延迟从6变到了9秒 纳斯现在是一个偏物理法系通用的攻速装备了 加上面板 出发时的攻速提供到了70% 不论是过度还是成型都会是极好的 有望成为羊刀的上位的一件装备 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它都可以成为替代羊刀的一个存在 那泰坦回调之后现在回归到了正常装备的强度 配合上一波装备属性的集体削弱 它可能会是一件好的装备 那大亨之铠现在是彻底没用了 不如删了 最后是法杖 那设计师团队新增了9个全新的随机法杖 包括更强大的后级法杖 可以与大家最爱的这个召唤龙主一较高下 这些法杖的价格不菲 但威力巨大 具体增加了哪些呢 比如说屏障 下一次战斗 你的队伍获得了1000护盾 在5秒内衰减 再比如说这个痛苦 恶咒 下一场战斗 所有的敌人都持续8秒的冰冷 灼烧和魔抗击碎与护甲击碎 这一次更新增加了后期的战斗法杖池 新增战斗法杖的效果 基本都是强力且通用的 是非常好的改动 这是我对他的评价 那这些法杖里面 大家看到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吗 或者说有一些削弱的法杖 觉得削得太狠了 都可以讲一讲 我相比于聊这些法杖 我更想聊一下就是 游戏的决策问题 就是你之前会存在 你在8级递到一定程度 然后开始存钱 然后5-1 5-2该拉上酒 这种玩法 那我现在感觉这个 因为法杖的机制存在 感觉就是不能存太多钱 然后去准备上酒 可能上酒的时间点会无限的延缓 可能会延缓到5-4 甚至6-1去上酒 然后这个法杖的提升太大 导致你可能打特定的人 你需要买特定的法杖 而不是就是随便买一个这种经济类法杖 然后就应付过去 所以感觉得改变一下优势策略 对于这个法杖 因为他新增 他这次的改动法杖是后期 基本上大家必有战斗法杖 所以说经济内的海格斯 可能会得到一个增强 就比如说天降金币 那大家后期基本上也是吃不到30以后的利息 就最多吃10-20 大家就是拼法杖这么一个时间点 就比如说天降金币多出了这一块钱 或者说其他经济海格斯带来效益能转化为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和之前的版本 你钱都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场面的站立 就比如说你钱都也不一定能刷到法杖 但是现在钱多确实能刷到想要的法杖 哪怕说绝望渴求 所以经济这一点来说 我是比较认同选 经济海格斯的地位会稍微升高 其他的观点跟KLS差不多了 OK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了 大家说一下结束语 雪晨先来 大家新版本玩的帅一点 拜拜 拜拜 希望新版本确衡 不放一点分 跟上大部队 OK OK OK好 报了 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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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